自从中秋节点亮13层活动开始 瑞芳水南洞的三层美馆 举行为期两个月的黄金三层艺文连展 邀请在地艺术家一起展出 而今天在地的瓜山国小学生就前往参访学习 自9月13至11月10号结束的三层美馆艺文连展 邀请了瑞芳水晶酒地区的在地艺术家们 一同展出得意作品 成员中有九旬的年迈长者 也有返回故乡创作的子弟 大家都是带着喜爱黄金三层的热情 创作不停歇 本次的场地内 我们所展出的是在地的艺术家展览 这是睽違了十年来 再一次的连展 这其中有我们九份金瓜石 以及水南洞的在地艺术家 包括我们的在地骑老等等 所以我们这次有十个艺术家的 一个作品的展出 那希望在藉由这一次的展出 可以看到九份金瓜石 以及水南洞 这一群在地艺术家 在这十年来不断的一个创新 跟不断的一种连结 希望呈现出一种新的 艺文的氛围 今天刮山国小带着中高年级学生们 来场在地的户外教学 孩子们见到各种艺术表达心事 盖盖章写下看展心得 亲自参与在地的艺文体验 非常新奇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椅子 因为呢 他说 因为我刚才有坐上去 就是他普通的椅子 它上面都没有动 然后呢 可是呢 这个的上面 都是一块一块 就是一根一根 木头拼起来的 他说为什么要用一根一根 因为就是 把一些坏掉或是不成材的木头 把它集合在一起 然后再把它挖成 自己想要的形状 如果你坐在上面 五分钟还是六分钟 它是 它会发出一个 味道会更浓 它是那个 它好像叫香脏的木头 这边有很多我们 瓜山国小的校友的作品 像郑春山阿伯 还有消防林摄影家 他们在这边都有展览 很棒的一个作品 那学校一直在推广 美馆的课程 那透过在地艺术的陶冶 让我们小朋友 真正能够对于美的感受 能够应用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闻着馆内优雅的木箱 孩子们感受木雕的芬芳 吃着美馆提供的小馒头 感受简单但充实的韵味 同时意识到在地 其实处处有艺术价值的发现 了解创作者的想法 提升美学素养 记者商号文瑞芳采访报道